大家好,歡迎來到我們日更頻道, 今天我們就一齊來看消息吧, 這個消息就麻煩了, 就是小米也要可以造車, 不知它的股票又會不會借機又升回一陣呢? 開始之前記得先訂閱一下我們的頻道吧! 小米集團在30日在港交所公佈, 指董事會正式批准了他們智慧電動車的業務立行, 成立一間全資子公司, 負責智慧電動車的業務, 第一輪投資是人民幣100億, 預計未來10年會投資100億美元。 那段公告還提到, 集團董事長雷軍還會兼任智慧電動車業務的首席執行官, 就是CEO, 而其實在2月19日時已經有消息傳出了, 小米已經確定要造車, 還將這個視為戰略級決策, 不過具體形式和路徑還未確定, 就應該可能還有變數。 當時還有知情人士說, 小米造車就會由雷軍親自帶隊。 在2月21日晚上, 小米集團發布了公告, 澄清進入電動汽車行業的報道。 公告說近日有些媒體說小米集團會進入電動汽車製造行業, 澄清說這個消息是錯的, 現在正在研究中和評估中, 現在電動汽車製造行業的研究還未到正式立行階段。 然後去到3月26日, 又繼續有消息傳出, 就說小米跟長城汽車談判用工廠生產電動汽車。 傳了一輪之後, 到了30日那天, 就終於說正式會開發汽車, 股票上上下下又升又跌了一輪, 大家不知又有沒有發覺, 現在好像越來越多公司就開始了他們的造車事業, 不知道是不是見到Tesla造車, 每個人都以為造車都很好做, 很容易做, 還是見到恆大汽車, 一輛車都沒賣到可以估值幾千億, 每個人都這麼突然之間有中國汽車夢。 說起恆大汽車, 其實在早幾天, 他都被新華社點名批評, 我們就看看新華社有說了什麼, 新華社在29日發表了一個叫做《這寫毛病得志聚焦新能源汽車行業發展隱憂》的文章, 其中點名稱中國恆大汽車批評那間汽車公司指上造車, 一輛車都沒賣, 企業的估值高達5千億港元。 現在新能源汽車被中國政府列了為架構產業體系新支柱的戰略新興產業之一, 吸引了企業大舉投資電動車, 但在這個行業熱炒後出現了不少問題, 好像產品指標灌水, 跟著就水窩給客戶, 跟著還有車企就開始玩文字遊戲, 就將那些常見技術包裝到叫做黑科技, 以及認為現在是有虛假宣傳和虛火過剩在行業, 現在就要開始想想這個汽車行業會不會有什麼隱憂。 而新華社就在這篇文中說恆大汽車的紙上造車已經是市值去到5000億港元, 成為港股中僅次於比亞迪的第二大車企, 但這間公司到現在為止還未有一款兩產車在賣, 質疑他是不是虛火過剩, 另外也有引用市場人士的說法, 說恆大汽車的產能和市值有巨大反差, 就表明現在的新能源汽車行業在資本市場上存在一定程度的估值虛高。 新華社剛剛才點名說恆大汽車, 一架車都沒賣, 沒弄到出來, 現在的估值就去到5000億港元, 拍得住造車的給亞迪, 也真是威風, 那頭說恆大小米第二天就說要自己造車了, 是不是合起來的? 而其實為何個個都要爭著造車呢? 其實研發汽車都不是一件簡單的事來的, 由引擎、零件、外觀設計一系列的東西, 如果考慮新能源汽車的續航能力就更複雜, 好像吉利汽車一樣, 做了那麼多年, 自己生產、自己研發汽車, 到技術上又或者車的質量開始上升的時間點, 其實都要由他收購富豪汽車那時才慢慢開始, 可能收購後或多或少有技術上的交流, 而他收購後又用了十年時間去改進自己的技術, 而現在小米就說要十年之內投資100億美元去做這個產業, 真是不知道他的成功機率有多大, 而且現在來說, 原本的汽車老牌子都很難打得動他們在市場上的位置, 我估計應該不會每天都好像Tesla那麽厲害, 又做火箭又做汽車, 以及汽車這個行業失敗的例子其實都有很多, 我看他那100億元都未必是會用來做研發的, 可能會用來買專利的, 之後就開發自己的軟件, 就放回到車上, 就當是一個好勁的車, 再推介給消費者, 如果是用這種方式的話, 那就應該可以好快買到車了, 其實就是宣傳的問題, 我整架車OEN出去都可以, 還有最重要的一件事, 就是小米都是上市公司來的, 它完全是可以分拆個汽車業務去上市, 就算是分拆不到它, 也是可以買學去玩的, 你們看下恆大, 別說車, 只有幾張圖幾個動畫都估值到5000億, 試問這樣的投資回報, 有哪一個做生意的人是會不心動的? 還有如果到時小米真的出了汽車, 看片的你們又會不會買呢? 那你們又覺得到時的定價是多少才合理呢? 還有汽車業又會不會又是下一個爆破的泡沫呢? 在下面留個言告訴我吧, 那今集的影片我們就來到這裏先啦, 大家看完就記得訂閱一下我們的頻道啦, 那我們就下集再見啦, 拜拜!